61 歲的葉童,近年以灰白短髮事人,加上簡約幹練的醫著,成為不少人口中優雅地老去的事發。 早前葉童接受鳳凰衛視訪問,主持人提起老去這個題目,認為葉童好好詮釋了如何優雅地老去,同時主持人艾楚兒講起之前葉童在《我愛你》電影中演失至老人,認為老去是殘酷的。 於是想知葉童怎麼看。葉童聽罷問題之後,皺曬眉頭回應,我覺得小艾,主持人,你的心態有問題。 隨後哈哈大笑,再向主持補充,你還那麼年輕貌美,就左月衰老了,艾楚兒立即補,獲我得向你取取經。 葉童認為艾把衰老看得很恐怖,但其實同時有很多好美麗的例子。 不少人幾代同堂含意弄酸,好多大爺大媽去上慶翠班活得開心,但我們都看不見。 艾楚兒認為年紀大,社交圈子會越來越小,葉童並不同意。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是在家打手機,並指一指自己的頭認為存在於頭腦想法。 現在的葉童自然追求心境平衡平和,令自己更加舒服。 69歲朱咪咪當年指新來港發展,曾在走廊獻唱,後來拍過不少廣告,曾簽約華納唱片,參與多套電影和劇集演出,亦四處登台。 傅咪咪與星馬及香港均有物業,傅咪咪近年長居新加坡,與兩個兒子及媳婦生活,曾拍攝短片曝光新加坡兩層半豪宅,不但自己住一層, 竟將其中一間房改裝成錄音室,被封億萬富婆。 傅咪咪自2021年拍攝TVB劇集《陀槍師者》2021年就無再拍劇。去年於澳門舉辦《過大海》系列支柱咪咪Meta演唱會, 既然被記者不會退休但其實只是因為辛苦,要捱羹底夜而不再拍劇,又指自己骨頭白白脆,所以要減舍工作。 傅咪咪近日在社交平台分享與傅咪咪合作拍電影的工作照。 傅咪寫道,電影《佛山功夫少年》拍攝第三天,今次又可以與偶像合作, 傅咪不、傅咪咪、傅嘉年、高志森從照片中看到。 傅咪咪雖然處於享清福階段,但清減料不少,更加驚艷薯筋頸。 不過他就曾解釋,因與儀式同住很少吃飯,表示儀式不吃飯, 沒有澱粉質,自己只是每朝吃碗湯粉。 傍晚就隨便吃點餃子和菜,藝人朱自然離婚線後, 不時在社交網拍攝搞笑片 她最近以皇面婆夫妻造型 分享夫妻日常片段 片中怒酵月 我講了幾多次叫你不要穿著對鞋周圍走 片中丈夫竟然大膽搏嘴 我夠叫你不要整個皇面婆的 換來朱自然孤神飛襲 全來慘叫聲 她在社交網與大相關月 Happy wife happy life 老婆永遠是對的 聽老婆說會發達 幾時都不要搏嘴 未知是否要向謝東吻訓話 早前與前妻歐善儀爆出離婚 引起連番風波 郭俊安更被控訴多樣婚內不當行為 日前歐善儀受訪時提到自己近況 直指自己與外界脫節兼等錢花 郭俊安昨日出席活動 也被問及前妻近況及經濟狀況等 以及離婚後自己的生活 提到前妻歐善儀有經濟壓力 郭俊安就她回應 這方面我不說了 關於她的事你問她 去到這個階段我們都是朋友了 你有些甚麼你直接問她 至於有沒有聯絡 郭俊安就表示比較少聯絡 對於對方覆出也沒有聯絡問候 平日對話也只限於與子女有關的話題 至於離婚後生活 郭俊妻表示已經習慣新生活 其實我很習慣的 一向都很習慣我的生活方式 她也提到有管家照顧生活 離婚對生活上沒有甚麼影響 藝人胡幸兒積極行善 若有三子的他更不時帶同小朋友 一起做善事 以身作則感染下一代 望身教他們成為樂於助人之人 近日幸兒與三名兒子參與慈善機構活動 陪同其他小朋友暢遊主題樂園 幸兒將當日的相片放上社交網 她稱雖然當日天公不造美 但無損大家心情 大家都玩得十分盡興 她坦然見到小朋友臉上都掛著大大的笑容 見到他們開心 自己都感到幸福滿滿 尚中幸兒的三個寶貝仔 都穿上同款的卡通T及白色短褲 十分可愛 網民紛紛被拉 大讚她人美心善 有梁冠堯及梁冠信聯合執導 劉俊謙、董衛D哥、五運龍、蔡詩雲 沙士主演的電影《舞剃道》 將於明天9月26日上映 剛考上話日是阿謙精日生日 電影特別開設劉俊謙生日特典場 搶先放映獨家絕密彩蛋 沒有剃道未正式上映 而引起熱話 很多優先場觀眾 更被戲中人物關係間的情感所感動 電影《材料講述》幾位香港武師角色 在影圈的故事外 亦深入描寫了他們的親情基伴 戲中阿謙與張達倫、Max角色之間的兄弟請 打動人心 為觀眾在充滿陽光味電影中感受一絲溫暖情 而在片中阿謙飾演的李世龍與Max飾演的哥哥阿傑關係密切 兩兄弟至少熱愛香港動作電影 然而在家庭壓力下阿傑選擇了開設物流公司 並要請弟弟龍仔加入 兩兄弟因價值觀不同 逐漸產生矛盾 觀眾們都讚賞阿謙與Max的演出 認為這對戲中兄弟十分有默契 令人印象深刻 Max感謝觀眾好評 不知是否我和他的磁場好近 是否好需要大家不停在這裡聊天 溝通呢?我們又不是咯 但到真是埋位?對戲?入戲的時候又好夾 知道有好多人都說好喜歡這段兄弟感情 似乎好又默契 這樣都感到好開心 Max更提到自己最喜愛戲中最後一幕 細膩描寫兩兄弟之間的情誼 Max今次演出有別於以往的斯文形象 演繹一個市井粗魯的宋科園 令觀眾耳目一身 也對其演出大表讚賞 Max表示 今次這角色和我平時拍劇真是很不同 我真是有問過一些跟車的朋友 去了解他們的生活 甚至試過跟他們一日 看下他們那種生活是怎樣 其實幾開心的 當我接到這角色的時候 因為我整天都想載著套西裝的感覺 給觀眾看下我演比較市井的角色 我個自由度又大些 抗鏘沒有那麼窄 所以我可以盡情發揮演技 Max還提到自己有點遺憾 在今次電影中自己無動作場面 希望未來有機會挑戰打戲 除了阿謙跟Max的兄弟情愛 戲中其他人物間的情誼 同樣值得觀眾細味 例如楚天行導演導演歌色 跟深歌董衛色的手足之情 前者修山淺 遊說多年好兄弟出山 其手拍攝榮優作品 而深歌好兄弟阿甘 吳瑞婷色與太太阿娟 車遠遠色夫妻二人相如已末 患難不棄同樣感人 至於飾演動作巨星的梁智威 五韻龍色外表狂妄 實則非常關顧手足 近日還為家班兄弟出生入死 肝膽雙照 戲女戲愛都令觀眾感受到 香港武士的團結之魂 VB小花蔣家文近日履傳喜順 有指他上星期回TVB 向同事派發起餅 加上他未有否認分信 令外界認為分歧張志 近日遠赴布拉加拍攝TVB劇 巨塔之後的蔣家文事業順利 同時亦傳出九月底到海外舉行分歷的消息 蔣家文的男朋友為幕後高層周永基 經常往返港台兩地工作 有轉二人的分歷會於台灣舉行 有報道指蔣家文於上星期回公司派發起餅 不過他暫時未有對此作出回應 吳葉崑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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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崑 MV 亦專程到日本取景,深拍素邀請到Henry Sao 作曲,Ascali 填詞及高魯編鴿。 一是輕搖滾的曲風,配合簡單而有意義的歌詞,令聽眾更意囊囊上口。 MV 於日本四國取景,除了取多過日本街道,更是遊合日本海景,這海浪令人感受到蓬佩的生命力。 困個月,心跳在世界上最公平的事,幾年前看過一篇生物學的文章,每個人出生的心跳都決定了大概25億次,所以無論出生富裕或貧窮都只有這個數。 希望大家不要有比較,有喜歡的事情就是有限的心跳裏勇敢去做。 另外,困個結婚兩年,一直忙於工作,近日終於有10日假,可以和太太幫口愛子補道物語。 帶太太到歐洲及瑞士旅行,兼順到為自己十週年2作準備,但昨日9分之24,困個第二日底部歐洲。 一心穿靚靚,準備和太太拍拖shopping。 怎知在米蘭遭遇上小偷,被伸手入袋偷銀包,行好坤哥機警及時察覺。 反被小偷舉終止,令坤哥頓時驚驚,反酒店換再換衣。 被不停要留意自己及太太身邊人物,大大影響心情。 士奈薩首陶大宇近年和不少香港藝人一樣北上發展,登台當然不少得要唱兩嘴。 陶大宇其中一首飲歌,是劉德華的《倒轉地球》。 有網民將大宇歌的表演片段放上網分享。 大家都對於那種老味唱腔和水撥式揮手台風割木傷害。 陶大宇因此被封為大灣區歌神,甚至連劉德華開歌迷聚會都要找大宇上台合唱《倒轉地球》。 日前第35屆亞洲小姐還有假啟動盛典找到陶大宇做嘉賓。 那當然有好歌聽啦!除了唱《倒轉地球》搞熱氣氛之外,陶大宇還帶來兩首心情之作。 是鄭醫健的《甘心替代你》和華仔的《愛你一萬年》大宇歌繼續老美演繹。 對的!難道唱到生離死別那樣嗎? 有網民引用《甘心替代你》歌詞形容聽後那樣。 說:「如將我亦重遇了生死,王翠如與蕭靖男結婚六年,呂傳有造人計劃。 近日翠如被網民野生捕獲而此土達。 他今日二十五天,出席活動時穿了一閘紅色年新群,向來簽售的他。 腹部微浪兼谷空曬。 捉酒時又滴酒不沾,雙手又不經意地遮土,人未甚濃。 受訪時,直問翠如是否又喜,他沒有否認。 我答過很多次,你們又繼續問。 好感激你們這麼多年都看著我,都是等待個天安排,怕小氣不講得住,都是等緣份。 遲些有好消息公布,一路看個天,都期待有BB,一直是緣份心態不強求,和好感謝大家。 他反指自己好受,視條群影響,並無討特特。 近日他幫忙替連絲亞臭B當練習,他表示不關事,每次拜訪都視為了吃東西,反而陳志堯就好享受臭B。 翠如讚連絲亞坐月後火速收身,好厲害,證明連絲亞天生是美女,他透露剛從巴黎返港不久又到澳門公幹,正準備宣傳電視劇《黑色月光》。 藝人好被動,未來工作要等公司安排,問他是否要向公司請定假,他開玩笑合約沒有假期,對裸產假不置可否。 藝人好,重覆表示看過天安排,同場的胡鴻君以代言人身份現身,自然年紀大,有水腫及皮膚鬆弛問題,加上到貪美,平日很主動移用,覺得是對觀眾的尊重。 由於屬守護婦,所以半小時便能出門口,任有做開運動,對身體各方面都滿意。 近日推出新歌《Cityline》,首度嘗試電子音樂和Rap唱腔,托賴歌迷反應多好。 今次大膽些,未試過Rap初時都有點害怕,自己都Rap到有少少尷尬,哈哈。 現年42歲的余文樂,當年因歲氣外貌及型格打扮被封為男神,個影雙妻發展,更曾創立個人潮流服裝品牌。 不過,自從2017年與黃唐雲結婚並育有一子一女之後,被指斷崖式衰老,近日她在IG story 上再自拍照,就被網民指她再度崩壞。 余文樂不時被網民野生捕獲,不過從網民PO出的照片所見,她樣子潮緒兼老太盡現,更被網民驚嘆男神不在。 近日余文樂在IG story 上再自拍照,照片中的她剛剛做完運動,正面望鏡頭時,額頭上的火車軌清晰可見,看起來很疲累及老了不少。 所以不少網民都留言表示驚嘆,例如天立,她以前多歲呀,事不是被打了,沒認出來,四十二,六十二都信,果然歲月是把殺豬都。 誰都逃不過,只是看看都輕重了,說她五十二都信,及她才四十出頭,怎麼搞的等等。 另外,也有網民關注她大細眼的問題,留言說,為什麼會大小眼,兩個都傷眼皮呀? 余的眼睛一大一小,為什麼老了個大細眼會更加嚴重了,及隻眼一大一小等等。 不過有粉絲就解釋說,余文樂當年拍戲時受傷,所以導致大細眼,同時也有網民說,她一出道已經大細眼。 同時,也有網民將余文樂及陳冠希作比較,不少網民都說她們兩個都年華老去顏直崩壞。 反而四十三歲的關志斌,就保養得很好。 現年四十九歲的吳文欣,然改名吳欣希,Dadley在1998年參選港者奪季軍入行。 早前接受傳媒訪問,自揭兩年前曾患癒癌,今年第三期復發,並擴散至臨巴線。 所以要做化療和免疫治療,積極治療面對的她,在網上分享抗癌經歷,並指在接受第三次化療便出現嚴重脫髮副作用。 而兩位男男Skala及Seesan就幫她剃光頭,以正面心態面對病情。 吳文欣公患癌消息後,不少網民及圈中人都為她打氣。 而三年前曾患癒癌的李岳斯,最近也有與吳文欣見面及分享抗癌心得及調理方法。 另外,她在做治療收集後,有意前往泰國進行細胞治療Cell Therapy。 她除了覺得這個治療適合自己之外,有朋友完成治療後,效果成功。 所以計劃去試一試。 中家因Linda與翟姨Jeremy Lung於2015年結婚。 先後彈下兩女一子,並在加拿大定居,減少拍劇,以專心照顧家庭。 人氣依舊的她不時被網民偶遇,將合照上載到社交網站。 最近又有網民成功捕獲中家因,並分享合照賭小紅書,並大讚她隨和又美女。 前年中家因曾被指在溫哥華服裝店她絕與網民合照。 感覺一點都不親民,直言和電視的形象不同。 中家因因而被指是雙面人,之後有網民分享與中家因的合照。 大讚素顏狀態下仍願意合照相當親民。 間接為事件作出平反,最近又有網民成功捕獲中家因,並分享合照賭小紅書,並留言說,偶遇中家因。 他人隨和又美女,上片中的家因,化上淡妝及打扮低調。 住上啡色牆就熔面襯衫,以白色高領上衣作為內搭,而下身就住上牛仔褲。 不少網民看完合照後,都紛紛留言,大讚她保養得宜。 例如嘩嘩嘩,感覺一點都抹長變,還是這摩好汗,及美女美女,等等。 另外,也有不少網民眼利網民見到家因雙手的大大粒轉介。 紛紛留言指,嫁了個好老公婚姻生活很幸福哦,及戒指太吸引眼球了等等。 64歲之心演員車保羅,先後效力麗的電視和TVB, 曾與張國榮合作拍攝對對伍,以及拍攝AQ成熟時及陸鼎記等劇集, 其中陸鼎記半頭陀一個為人熟悉。 不過,據保羅2003年因不滿TVB以兩千元一年續約條件而離巢。 近年,車保羅轉戰到內地發展,拍劇拍戲以外,更參與內地綜藝節目。 2022年為無限超越班擔任導師扎令其人氣急升, 除了曾自爆為拍攝三天籌路以高達6位數字, 更帶來唐朝鬼視錄、知西行、雪迷宮、三間客棧等劇集與電影拍攝機會。 日前,車保羅於社交平台透露獲內地一個旅行平台邀請, 擔任講解團的首位明星導遊,收入同樣可觀。 據保羅分享一段影片,從影片中見到, 車保羅以李伯造型亮相,髮激髮型配以純白色古裝造型, 如何到小船上任司早發白帝成。 據保羅寫道,哥們、姊妹、小朋友們大家好呀! 恨感謝之前可愛的觀眾們喜歡我扮演的李伯。 這次應飛珠旅行、飛珠旅行發言人的邀請,我將成為一名導遊,再次穿越千年。 以李伯的形象與我的朋友一起大團遊西安活動時在9月23日, 我會盡我所能為大家講述我所知道的李伯之路。 活動緊接受15席人士參與,1.5小時行程,每位收費188人民幣,港幣約208美元, 而據悉車保羅的人工為4位數字。 車保羅近日又被網民分享於中環野生捕獲的照片。 網民紛紛指車保羅近年於內地發展收入增長快, 認為他於內地工作員就返香港享受生活。 雖然現時居保羅收入可觀,但其實他曾有一段時間生活相當困逼, 甚至欠租多月被業主趕走,之後曾從事保險工作, 不過因經常約客到卡拉OK傾保險而錄卡, 卡數變相利疊利,最後破產。 其後,車保羅為維持生計做過保安, 地盤工、集工等工作, 以及疫情期間曾到方艙醫院擔任健康監測員工作。 麥浚龍、Juno作為試刺The Albu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的策劃者一設原至2020年12月推出最終將The Album and E-NRV之時, 他回憶此專輯本應還有幾首作品收錄在內, 但當時正值疫情未免影響推出進度, 最後決定唯有暫且各自, 多年內,Juno一直都想把從未曝光的作品用另一種方式發表出來。 直至今年2月完成金榜提名演出之後, 主辦商再次向Juno提及有關新企劃的打算。 他曰:「當時我沒有立即回答他們, 但後來想起在The Album中未有曝光的章節。 其實站在創作者的立場是略嫌可惜的, 況且The Album的故事可以呈現出多種不同的表演模式, 哪怕是舞台劇、音樂劇甚至是電影都好。 他的確值得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因此以往亦已曾經將當中的角色搬上舞台, 以及出現過開拍成電影的可能性。 Juno認為The Album是一個很值得發展下去的題材。 他的故事由1986年開始, 以當年赤爾諾貝爾核作為故事背景出發。 從而蒙生地球的另一端, 由董捷和普洛森發生的一段愛情故事, 主辦商亦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 能夠帶上舞台的劇目。 若然將The Album從頭到尾搬上舞台就沒有意思的了, 直至當我在世未仍未出街的作品時, 我覺得不如將這個章節直接放上舞台。 令這個故事有一種延續性,令人物更立體化。 Juno又表示,在世的人,誰滿年輕過。 我們都是第一次出生於此, 而到底我們的父母,我們又有多了解他們。 父母對子女說有關他們的故事, 又到底是不是絲毫沒有經過修飾。 人生在世一個百年, 誰沒經歷過可歌可一的離合散墜。 過往,Juno先後期說, 852,FES覺醒音樂及金榜提名 他感謝主辦商在創作上給予的自由度, 令他有更大的創作空間, 令這次舞台創作, 很快找到新的方向和角度。 2024年樂壇新隱, 李幸毅《Jean Lee告別媒氣》登作曲人 張韻儀,Juna。 繼首之派台作品, Hallocinate 審視AI世代創作挑戰。 第二首派台歌,What am I looking for? 透過即興創作, 融合電影靈感與個人及有人經歷, 喚起那些甜蜜心動, 卻矛盾的清潔回憶。 Juna今次在火拍音樂監製楊振邦, Brian創作第二首派台作品 What am you looking for? 的曲詞, Juna分享創作過程到, 寫完Melody後, 發現Hookline 有點扭音。 腦海中即刻彈出遐想這兩隻字, Brian又覺得幾得意, 於是我們就以這兩隻字為基礎, 去構思歌曲裏面的故事, 和寫了整首歌的歌詞出來, 然後故事便由此展開, 他與他放學一起回家, 瞭著所事,分享夢想。 眼神交會讓心跳加速, 雖然比史明知有好感, 卻始終不敢撤破這層情感, 讓甜蜜的遐想帶著一絲苦劫遺憾。 MV 方面, Juna這次又從影視作品中取得靈感。 Juna介紹到, MV 的故事, 是參考了韓劇《W兩個世界》和電影《爆肌自由人》 Free Guy 兩套作品。 我,在MV 裡面是一套漫畫的女主角, 每次在畫室與男主角相遇, 發生一些甜蜜情景的時候, 但轉過頭又掉轉了。 回到最初, 無論他想怎樣去改變個現實, 他都是每次和男主角發生曖昧情節之後, 就會調反轉。 我這個角色改變不了, 就只可以在自己美好的遐想想像和男主角成為情侶的話, 會是怎樣呢? 充滿愛情元素的MV故事, 自然有很多甜蜜場景。 Juna這次在MV中與男主角的互動頻繁, 也少不免親密鏡頭。 但對於初入行的Juna來說, 拍這些畫面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Juna說, 今次我第一次拍這類型的愛情MV, 之前未試過和一些不認識的男生有些很close的接觸, 所以和男主角互動時都有點尷尬。 但導演和男主角非常專業, 又有很多拍攝的經驗, 可以帶我入戲和教我做表情。 好像一開始在畫室, 有一些不經意對望的Shot, 我要去代入女主角第一次見到男主角, 好心動。 心如綠狀的感覺, 男主角錄到這裏我去演出心動的表情。 另外在戶外拍攝一些女主角自我幻想的遐想畫面, 曖昧畫面就更多。 Juna都坦然, 那一下都幾害羞, 因為好少和些不熟的男生牽手, 還要抱著, 癡到這麼近都好尷尬。 幸好導演帶著我怎樣代入做到Gate Street又矛盾的感覺。 令到拍攝過程都算非常順利, 拍攝What am we looking for MV 時正值剩下八月尾的日子。 但當中卻有大量的戶外場口, Juna都回憶到, 其中有一幕要我和男主角在上水大水館附近互相追逐跑來跑去, 為了要拍攝很漂亮的畫面, 整隊Crew都熱到滴汗。 Campman 還要托著超重的器材一路追著我們跑, 在不同角度拍攝我們最漂亮的一面。 那一下我真是好感動, 實在好多謝大家為了我們的作品。 在這麼熱的情況都想盡力將這件事做到最好, 所以我都很開心, 今次有這麼專業的團隊。 帶著我完成這個拍攝, 有還與影片發行。 劉德華、林小鏡監製、彭順執道、 劉德華、張子豐、 郭楚蕭領銜主演、 劉韜、郭曉東、 蔣夢哲特別演出之全身高空犯罪制、 危機航線、 即將於香港上映。 電影更邀得、 曾拍攝無雙的黃耀慶、 拆彈專家二的張陽、 及我吃料那男孩一整年的、 早餐的周興哲等多位演員參與演出。 電影講述, 一架五星級A380超豪華客機 在國際首航途中租劫機。 劉德華飾演的國際保安專家高浩君, 挺身而出與一眾劫匪周旋。 女兒小君, 張子豐式被困機艙劫匪頭目 賣骨楚蕭式以傳機八百餘人的生命 作為籌碼威脅。 而小君的媽媽婦原劉韜式也身喊危險之中。 在電影公司今天發全身極限反殺預告中, 小君戰鬥緊速的呼救聲爸爸。 有危險, 一場經心動拍的限時營救拉開序幕, 劉德華飾演的高浩君孤身營救家人。 面對張子豐式演的女兒小君被綁架, 爭分奪了地與屈楚蕭式演的傑匪 媽媽鬥志鬥勇。 一句我事不會讓你們有危險的, 顯示了其誓死守護家人的勇氣與決心。 高浩君膳槍匹馬,有勇有謀, 依靠民讓的洞察力和訓練有數的格鬥術, 一日擊敗劫匪團的成員,逐步瓦解麥的陰謀。 為了保護家人和機上乘客, 奮不顧身, 以一敵中殺出一條血路。 電影中展示了連場極具衝擊力的震撼動作戲, 將犯罪片的政策對立搬到萬尺高空, 場景設置在萬米高空之上, 隔絕了外部救援, 而拍過多次動作場面的華仔首次在高空情景上開打。 華仔表示,印象深刻,劇組搭建的機艙還原真實的大小, 封閉的機艙環境內,特別營造出無力的壓迫感。 在一些動作場面上,空間雖少,卻是勿盡其用。 用盡機上每一個可用的空間逃走或攻擊劫匪。 創作過程中發現有很多可能性,作為演員好大挑戰性, 卻又好享受這個嘗試。 故事中在劫匪團不停挑釁下, 華仔飾演的高號軍一具聲思力揭的放開他, 使得情緒徹底爆發,形成雙鋒對此, 劍拔腦張的局面。兩人爭槍實彈死一波, 接種而來的飛機失重,發動機失火, 機艙爆炸下墜,場面險象還生。 刺激畫面加上緊湊劇情,實為雙倍震撼。 肥媽Maria Cadero 今天在Facebook 上載影片, 表示自己身體不適,現正身處醫院, 並即將接受手術。 他寫道,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身體有點不舒服, 待會都要做手術, 所以未來這兩星期的Live都要暫停, 等我休息下,謝謝大家。 片中見到他躺在床上戴上黑超, 表示做俗稱通波仔的觀心病治療手術。 片中肥媽講到我心臟塞啊, 有一天心肌痛,痛得好緊要, 然後出曬汗,暈。 再到血壓好高,氧氣好低, 那便進來醫院,醫生說要做手術, 大家不要擔心。 我拍條片告訴大家, 並指接下來兩星期, Facebook,Youtube,WeChat都會暫停更新, 待福元才繼續跟大家見面。 留言中都有不少好聲音之友替他打氣, 包括周國鋒、周吉佩、譚輝智等等。 陳柏宇、Jason熱衝於社交媒體平台 MREX幾乎被網民召喚的貼文都會回覆。 還試過向網民解釋當年台上動約真相, 被讚坦白又極親民。 昨日,23日, 陳柏宇發佈一張甲公仔機照片, 勞織被點握錢, 質問店家良心何在。 陳柏宇叫出黃埔一間公仔機照片, 勞該被當水魚。 這間在黃埔的甲公仔頭, 那個甲直接當我是水魚的。 那個甲未上到去, 那個頂已經鬆手, 那我寧願你較鬆點個甲。 那起碼我都還覺得, 我又一線生機。 大佬呀, 你在上面這樣鬆手, 你有沒有良心的? 散吼吼這樣騙了我25美元。 吳少網民都留言分享過往甲公仔的個人經歷, 表示香港大部分甲公仔店都是很難甲。 還建議陳柏宇可以去某些指定店甲 或者有保底的甲公仔機就會容易少少。 甚至有網民建議陳柏宇都是去反日本甲會好些。 陳先生, 全港大部分的甲公仔機都是一人的。 這間只是其中一間呀, 這間我都有甲過, 是破財的地方, 現在很多間都是這樣。 一甲就幫你彈走, 外面遇開遇多這些甲公仔機一人錢, 連陳生都開明X證明真是不顛。 甲公仔, 是智商稅, 不建議在香港甲公仔, 甲公仔一律建議日本, 日本平靚靜等等。 還有網民覺得陳柏宇這個post實在太好笑。 少子陳柏宇斯拉上身, 藝人蔡卓妍, 阿蘇從小父母離異, 但沒有影響他與親人之間的相處, 尤其與媽媽關係十分要好。 原來近日他於網上發現一條溫馨短片, 攝錄了家人間各自用五顏綠色油漆塗滿手臂以下部位, 然後身穿白色衣給對方一個深深的擁抱, 讓手印印滿衣上, 產生獨一無二的T恤, 留給大家一個難忘的回憶與紀念。 由於覺得此舉相當有意義, 阿蘇決定坐延起行, 集齊媽媽, 爸爸及一眾親友等去完成創舉, 並有好友曾樂同幫忙緝錄視頻。 短片內, 只見阿蘇親手幫媽媽雙手掃漆, 然後一眾後輩排隊與老人家擁抱互動, 一個個畫面都呈現出滿滿的愛, 而阿蘇決全程開心笑不停。 他與社交平台上載相關短片, 且留言, 之前上網看到有一條這樣的片, 跟著我一直深思思想又讓學養, 和媽媽和家人製造這個專屬的回憶。 適逢之前中秋一家人造節, 終於完成了, 好者梅庸祖兒隨即點讚派心, 不少粉絲亦留言拍手叫好。 由亞洲電影大獎學院主辦的 《香港電影巡禮》2024, 馬來西亞站以及《香港電影的創意與象深展覽》, 早前二於9月20日晚上, 在馬來西亞的假G.H.C. Ajdalene Mo正式掀開序幕。 當日, 《臥底的退隱生活》監製伍健雄和演員謝安琪, 《惡人當道》導演關文軒和演員凌文朗, 以及《音目徵訊》導演梁國輝均有出席, 吸引了不少電影迷到場支持, 場面熱鬧。 活動期間將放映7部香港電影, 開幕電影為高子濱作品, 《臥底的退隱生活》。 其他電影包括周英明作品《吸愛麗絲》, 何淼奇作品《臥談的那場戀愛》, 羅耀輝作品《望月》, 劉翁作品《夜教關文軒作品》, 《惡人當道》及梁國輝作品《音目徵訊》。 高子濱導演的《臥底的退隱生活》, 為本站香港電影《巡禮》的開幕電影, 謝安琪, 極在戲中飾演臥底杜娟英, 年輕時擁破販毒集團後, 放棄大好前程與鄧月平飾演的女兒珠寶 引居石澳。 二十年後, 抱打不平的女兒珠寶 因爲護正義, 被一宗毒品案牽連而身陷險境。 杜娟英只好重出江湖, 為家庭力玩狂難, 本片有機挑大飾演臥底, 與新生代女演員鄧月平共演舞女, 不僅聯手為正義滅罪, 獻上連場激鬥的精彩動作場面, 舞女親情更令人笑中帶淚, 無比動容。 K仔影后談和觀眾分享, 電影片名的靈感來自監製五件行。 想到多年前他的一首歌曲作品 《神奇女俠的退休生活》, 現在拍了《我底的退休生活》, 成就了一段奇妙的緣份。 到訪大馬期間, K被觀眾和傳媒問及最多的, 就視從歌手開界別當演員的原因, 以及出到接近二十年期間最大的得住。 而這兩條問題的答案, 都與K的丈夫張繼聰有關。 原來他之前經常出席張繼聰的電影首映禮, 有敢演員,演戲可以有千變萬化的可能性, 之後就一直默默期待演出的機會。 這樣了就在2022年, 受邀參與四拍四家族和我底的退休生活的邀約。 以往香港電影都是男性主導, 很少以女性角度出發。 我很幸運和有緣份遇到這兩個角色。 而他亦不偉言張繼聰這個丈夫, 就視他出道二十年的最大得住。 張繼聰視他入行後認識的第一個朋友, 到今日兩人不止組織了四口的美滿之家。 丈夫仍是他身邊最信賴的另一半, 無論在生活或工作上, 都視他的最大支持, 令他十分感恩。 而《靈文龍小龍》 就代表另一部放影電影《惡人當道》出席活動。 在和拉曼理工大學影視學系學生的分享上, 他表示在經歷疫情後, 世界經濟受到影響, 一切都好像萬了下來, 但也造就了一個特別的契機, 多了小型製作讓新導演。 編劇及演員搭足電影平台, 參與創作,是一個好的現象。 小龍在《惡人當道》中首度飾演反派, 他笑然可能是導演發覺到他有很多邪惡的想法, 可以在角色裏面發揮出來, 才讓他有機會一常新鮮的角色。 小龍與當地觀眾一同在大銀幕觀看自己的演出, 在影後分享時坦然不免感到心虛, 其實是作為演員的一種精益求精, 回看自己在一年多前的演出。 腦中會出現不同的想法, 特別是現在完整地觀看整出電影, 能看到其他演員的演出, 就會想到可以用不同的演繹方式。 小龍在出發前, 曾希望可以享受當地美食, 在旅程的最後一天中得償所願。 當地工作人員帶領各位嘉賓前往著名夜市觀光。 小龍除了大吃馬來西亞著名的流外, 更獲炒條小食灘的店主信任, 讓他體會在路邊炒粉的感受。 拿起獲產的小龍也有板有硬, 吃得又煮得, 為這次交流行程額上完美句好。 關文軒的惡人當道, 靈感來自他拍紀錄片時認識的一位前江湖人物。 金盆洗手成為了一名廚師, 他分享的很多自己和社區的故事, 引起了關文軒的興趣去寫這個劇本。 他以過來人的身份, 鼓勵正在影視學系的同學, 不要怕寫, 要不斷地寫, 因為有些事情只能透過經歷去學習。 Yahu電影,Yahu電影, 2024年9月24日以下午1點19分, 由亞洲電影大獎學院主辦的香港電影巡禮, 2024,馬來西亞站以及香港電影的創意與象深展覽, 早前二於9月20日晚上, 在馬來西亞的假GHC At Darling Mo正式掀開序幕。 當日, 臥底的退隱生活, 監製五健雄和演員謝安琪, 惡人當道導演關文軒和演員林文朗, 以及音目徵訊導演梁國輝均有出席, 吸引了不少電影迷到場支持, 場面熱鬧, 活動期間將放映7部香港電影, 開幕電影為高子濱作品《我底的退隱生活》, 其他電影包括周英明作品《吸愛麗絲》, 何淼琦作品《我談的那場戀愛》羅耀輝作品《望月》劉翁作品《夜教》 關文軒作品《惡人當道》及梁國輝作品《音目徵訊》, 演員謝安琪、寧文龍及導演關文軒, 梁國輝出席多項文化交流活動, 香港電影《巡禮》2024馬來西亞站, 演員謝安琪、寧文龍及導演關文軒, 梁國輝出席多項文化交流活動, 香港電影《巡禮》2024馬來西亞站, 《我底的退隱生活》, 謝安琪挑大演女俠, 受丈夫影響踏上演員之路, 表白張繼聰時出道20年的最大得住。 高志斌導演的《我底的退隱生活》為本站香港電影巡禮的開幕電影, 謝安琪, 在戲中飾演臥底杜娟英, 年青時擁破販毒集團後, 放棄大好前程與鄧月平飾演的女兒珠寶引居石澳。 20年後, 抱打不平的女兒珠寶因爲護正義, 被一宗毒品案牽連而身陷險境。 杜娟英只好重出江湖, 為家庭力玩狂難, 本片有機挑大飾演臥底。 與新生代女演員鄧月平共演舞女, 不僅聯手為正義滅墜, 獻上連場激鬥的精彩動作場面。 舞女親情更令人笑中帶淚, 無比動容。 K仔影后談和觀眾分享, 電影片名的靈感來自監製五健熊。 想到多年前她的一首歌曲作品 《神奇女俠的退休生活》。 《現在拍了我底的退隱生活》。 《成就了一段奇妙的緣分》。 《香港電影巡禮》。 《2024》。 《馬來西亞站》。 《謝安琦》。 《受丈夫將繼聰影響踏上演員之路》。 《香港電影巡禮》。 《2024》。 《馬來西亞站》。 《謝安琦》。 《受丈夫將繼聰影響踏上演員之路》。 《到訪大馬期間》。 《K被觀眾和傳媒問及最多的》。 《就是從歌手跨界別當演員的原因》。 《以及出到接近20年期間最大的得住》。 《而這兩條問題的答案》。 《都與K 的丈夫張繼聰有關》。 《原來他之前經常出席張繼聰的電影首映禮》。 《有感演員》。 《演戲可以有千變萬化的可能性》。 《之後就一直默默期待演出的機會》。 《這樣了就在2022年受邀參與四拍四家族和我底的退隱生活的邀約。 《以往香港電影》都是男性主導。 《很少以女性角度出發》。 《我很幸運和有緣份遇到這兩個角色》。 《而他亦不偉言張繼聰這個丈夫, 就視他出到20年的最大得住。 張繼聰視他入行後認識的第一個朋友。 到今日,兩人不止組織了四口的美滿之家。 丈夫仍視他身邊最信賴的另一半。 無論在生活或工作上, 都視他的最大支持。 令他十分感恩。 謝安琪,香港電影《巡禮》《2024》《馬來西亞站》。 謝安琪,香港電影《巡禮》《2024》《馬來西亞站》。 令文龍惡人當道首次演反派。 回看自己演出感心虛, 期望演出精益求益。 而令文龍小龍, 就代表另一部放映電影《惡人當道》出席活動。 在和拉曼理工大學影視學系學生的分享上, 他表示,在經歷疫情後, 世界經濟受到影響, 一切都好像萬了下來。 但也造就了一個特別的契機, 多了小型製作讓新導演。 編劇及演員搭足電影平台, 參與創作,是一個好的現象。 小龍在惡人當道中首度飾演反派。 他笑言,可能是導演發覺到他有很多邪惡的想法, 可以在角色裏面發揮出來, 才讓他有機會一常新鮮的角色。 小龍與當地觀眾, 一同在大銀幕觀看自己的演出, 在影後分享時坦然, 不免感到心虛。 其實,是作為演員的一種精益求精。 回看自己在一年多前的演出, 腦中會出現不同的想法, 特別是現在完整地觀看整出電影。 能看到其他演員的演出, 就會想到可以用不同的演繹方式。 惡人當道寧文龍, 香港電影巡禮2024馬來西亞集。 惡人當道寧文龍, 香港電影巡禮2024馬來西亞集。 小龍在出發前, 曾希望可以享受當地美食, 在旅程的最後一天終得償所願。 當地工作人員帶領各位嘉賓, 前往著名夜視觀光。 小龍除了大吃馬來西亞著名的流外, 更獲炒條小食灘的店主信任, 讓他體會在路邊炒粉的感受。 拿起獲產的小龍也有板有硬, 吃得又煮得。 為今次交流行程額賞完美句好, 令文龍夜時,令文龍夜時。 惡人當道導演關文軒 及音目精訊導演梁國輝和學生熱誠分享創作心得。 希望有日能到大馬拍攝關文軒的惡人當道 靈感來自他拍紀錄片時認識的一位前江湖人物。 金盆洗手成為了一名廚師。 他分享的很多自己和社區的故事, 引起了關文軒的興趣去寫這個劇本。 他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正在影視學系的同學, 不要怕寫,要不斷地寫。 因為有些事情只能透過經歷去學習。 惡人當道導演關文軒 香港電影巡禮 2024馬來西亞站 惡人當道導演關文軒 香港電影巡禮 2024馬來西亞站 而音目精訊導演梁國輝, 在影後分享獲當地的ERROR粉絲大力支持。 深受感動,感知是他首度到訪大馬。 他表示,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在這女拍攝靈幻題材畫鬼片。 大馬的空間感很好,地方很遼闊, 這女的人有熱情, 可以感受到大家對電影的熱誠, 很想嘗試與這女的團隊合作。 2024年樂壇新癮, 李幸毅《Jean Lee》告別媒氣燈作曲人 張韻儀,Yuna。 繼首之派台作品 Hallusionate 審視AI 世代創作挑戰。 第二首派台歌 What am I looking for? 透過即興創作, 融合電影靈感與個人及有人經歷, 換起那些甜蜜心動, 卻矛盾的清潔回憶。 Yuna這次在火拍音樂監製楊振邦 Bryan 創作第二首派台作品 What am you looking for? 的曲詞。 Yuna 分享創作過程到, 寫完Melody 後, 發現Hook Line 有些扭音。 腦海中即刻彈出遐想這兩隻字, Bryan 又覺得幾有趣, 於是我們就以這兩隻字為基礎, 去構思歌曲裏面的故事, 和寫了整首歌的歌詞出來, 然後故事便由此展開, 他與他放學一起回家, 瞭著所是, 分享夢想。 眼神交會讓心跳加速, 雖然彼此明知有好感, 卻始終不敢突破這層情感, 讓甜蜜的遐想帶著一絲苦劫遺憾。 MV 方面, Yuna 這次又從影視作品中取得靈感。 Yuna 介紹到, MV 的故事, 是參考了韓劇《W兩個世界》和電影《爆肌自由人》 《Free Guy》兩套作品。 我, 在MV 裡面是一套漫畫的女主角, 每次在畫室和男主角相遇, 發生一些甜蜜情景的時候, 但轉過頭又倒轉了, 回到最初。 無論她想怎樣去改變現實, 她都是每次和男主角發生曖昧情節之後, 就會調反轉。 按這個角色改變不了, 就只可以在自己美好的遐想想像和男主角成為情侶的話, 會是怎樣呢? 充滿愛情元素的MV故事, 自然有很多甜蜜場景。 Yuna 這次在MV中與男主角的互動頻繁, 也少不免親密鏡頭, 但對於初入行的Yuna來說, 拍這些畫面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Yuna 說:「今次我第一次拍這類型的愛情MV, 之前未試過和一些不認識的男生有一些很close的接觸, 所以和男主角互動那時都有點尷尬, 但導演和男主角非常專業我又有很多拍攝的經驗, 可以帶我入戲和教我做表情, 好像一開始在畫室, 有一些不經意對望的short, 我要去代入女主角第一次見到男主角。 好心動, 心如綠狀的感覺, 男主角刻到這裏我去演出心動的表情。 另外在戶外拍攝一些女主角自我幻想的遐想畫面, 曖昧畫面就更多。 Yuna 都坦然, 那一下都幾害羞, 因為好少和那些不熟的男生牽手, 還要抱著, 癡到那麼近都好尷尬, 好彩導演揹著我怎樣代入做到GazeV又矛盾的感覺。 令到拍攝過程都算非常順利, 拍攝What am me looking for MV 時正值盛下八月尾的日子。 但當中卻有大量的戶外場口, Yuna 都回憶到, 其中有一幕要我和男主角在上水大水館附近互相追逐跑來跑去, 為了要拍攝很漂亮的畫面。 整隊Crew都熱到滴了渴。 Campman 還要托著勁重的器材一路追著我們跑, 在不同角度拍攝我們最漂亮的一面。 那一下我真是好感動, 實在好多謝大家為了我們的作品。 在這麼熱的情況都想盡力將這件事做到最好。 所以我都好開心, 今次有這麼專業的團隊帶著我完成這個拍攝。 TVB處境劇外, 回家之開心速遞做就出多對CP。 其中一對就是Peter 道大偉式和蜜姐, 何子山式。 不過去年六月, 劇情講述Peter因權鬥失敗被流放至屯門貨倉, 自此就無再亮相過。 日前, 愛, 回家之開心速遞, 播出第2380集《夜太黑》。 太渴望被人擁抱講述Peter出軌。 我姐而自將會踏上紅豆沙湯圓揚明。 劇情開手講述Peter Andy 吹錦唐飾, 為我姐送上浪漫驚喜。 因愛行為善殺旁人。 不過,我姐似乎隱藏不為人知的秘密, 並意外被紅豆沙湯圓知道。 而我姐因某些原因, 要求翻看新威龍廣場閉路電視片段, 被鐵面塵王志迪式拒絕。 沙湯圓及後發現, 某些使用非常手段, 逼東和適有對方令鐵面塵改變主意。 打算利用公寓時間與某些一起翻看監控陸著, 沙湯圓懷疑某些別有用心。 後來, 某些在酒吧與陌生男子喝酒, 警租人下約, 行好沙湯圓及時阻止。 希望, 亦帶出某些因Peter出軌行為痛心, 但又無法放棄感情的悲傷感。 而沙湯圓的關懷亦似乎為之後感情線鋪路。 網民對於編劇寫Peter出軌一試感到驚訝, 認為編劇寫Peter一覺臭了。 Peter有第二個女人令到某些那麼傷心眼淚流流, 某些好慘慘, 如果不是Peter本身都好忙, 未得閒反來愛回家拍攝, 編劇就不會寫得他那麼過份。 我同意編劇寫Peter太過份了, 我個人認為Peter一定不會這樣對Mille的。 Peter本身都是戰爭性格, 但都是嘴戰類別。 今集就真是寫得他臭了, 應該幫或者找反斷新戀情吧, 差一點點。 忘記有個Peter很可惜, Peter和我姐經歷了很多好襯。 而且上一輯愛回家都是一對這集, 我懷疑是分手服善Peter出面勾女, 等於離開愛回家的先兆等等。 不過有網民就說覺得鐵面塵比較陳馬姐。 我比較喜歡馬姐跟鐵面塵, 編劇讓鐵面塵同M.A姐一起白, 其實我之前就覺得鐵面塵同M.A姐比較配等等。 杜大偉當年一心打算做幕後。 不過於1997年誤打誤撞, 專讀藝圓藝訓班, 並對演戲產生興趣。 曾拍攝劇集《尼島特景》演繹四大天王之一, 陀槍師姐艾艾艾秀才與駐兵, 還成為力捧的九男女之一。 曾火柏陳妙英, 及向海南拍攝經典劇《毛頭東宮》。 於劇內飾演皇帝。 不過,杜大偉京國自己主角, 主持技巧不足, 主動提出參與兒童組節目擔任主持, 一做就做了十幾年。 之後,杜大偉覺得變了禮行公事失去耐性, 就再重投戲劇的環抱。 曾參演外《回家之開心速遞》, 十八年後的《殺人告白》、 福爾摩斯拉等劇集也涉及主持人及私儀工作。 另外,杜大偉也是一個板數多多的生意人, 早於2015年與表哥經營火鍋店。 高峰期於五年內共有七間店。 但疫情影響下只如下一間。 不過疫情後,卻於泰國萬谷開店。 杜大偉也與好兄弟阿芬鄧永健合作開設廣告公司。 最近,杜大偉更於廣東江門開設兵室, 馮素波、陳榮進、吳香倫等藝人都有出席期開幕禮。 杜大偉又與社交媒體發布數張拍攝攀任節目的照片, 宣布正式展開內地自媒體企劃。 圈中吳少女藝人都是四十路。 穎儀就是其中一位, 早前穎儀以近年流行的YK風造型, 出席ViuTV音樂節目《Chuck Club》。 一集銀色Tub Top加闊身牛仔富士人。 沒有反感,上下Feed都很難住得好看。 不過社交平台上, 就有網民批評穎儀這個look, 說,身為一個出道18年的實力女歌手, 住到出秀是否太隨便,都四十歲? 是否可以有Taste多些? 住到去蘭蘭貴方那, 榮兒其後都有親自留言回應。 他說Taste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觀的事。 多謝你的意見,衣服並不是隨便襯的, 有專業的服裝團隊和尊重反場合去襯衫的。 相信四十歲的女士仍然都有很多衣服風格的選擇, 仍然可以穿出自己的感覺。 我都有好努力keep fit 的。 相當大放,不少歌迷支持詠儀, 還勝讚她那套衣服住得好看。 ERROR的寶都有打氣鼓勵。 表示穿自己喜歡的衣服, 唱自己喜歡的歌, 人生為自己而活少一個, 而批評詠儀的貼文後來已經不見蹤影。 舞台王者郭富城, 近期展開全新巡演郭富城, Conic世界巡迴演唱會。 她為五年。 她將在今年12月27、28、29日回歸台北小巨蛋。 一年開三場演唱會和台灣歌迷相聚, 而今21日門票全面開賣。 吸引眾多歌迷進到售票網開場。 3.3萬張門票迅速被搶光, 許多莫搶到票的歌迷紛紛哀號, 希望可以再加場。 對此,主辦單位表示, 需要再與經紀團隊討論, 才能決定是否再加場。 郭富城全新巡演《Iconic世界巡迴演唱會》 自8月13日於紅磡體育館開場以來, 以磨患方塊海旋門造型舞台。 據譯, 這些多角度視覺效果及大膽突破的前衛造型 衝擊全球粉絲, 更大受結實空機、伏機, 共帶來13場精彩演出。 而香港場一結束, 她隨即宣布將在12月底登上台北小巨蛋開場, 誓言為台灣粉絲帶來最磨患的視覺震撼及完美體態。 感謝歌迷的同時也強調沒想過要退休。 經典少將張健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 並在世界各地舉行演唱會, 較早前與好兄弟梁漢敏齊齊飛到馬來西亞開掃, 而今年年頭也有在澳門開個人演唱會。 有消息指她有意與Beep4成員再合體舉行演唱會。 不過暫時未有詳盡的消息, 最近有網民在社交網分享日前於香港海濱考譽張健, 並且與對方合照泛民作分享, 曝光她近照, 從網民分享與張健的合照可見, 當天她身穿黑色襯衫配搭短符。 頭大如膚帽,打扮得相當低調, 對於粉絲要求合照。 她禮貌脫下口罩和脈鏡大方拍照。 網民指59歲張健拍照時完全不緊張, 並表示全程很淡定。 合照中清晰可見她的五官樣貌, 雖然黑眼圈明顯並有眼紋, 但仍是大歲哥,被網民讚優雅地露去。 藝人林太太張興宇平時最愛曬恩愛及親子岳, 好少見她與其他家人合照, 但其實她在林富貴家族好得寵, 為力證自己是家族的地位。 張興宇激刊曬出自己和老爺、奶奶一起去長沙遊玩的合照。 張興宇媽媽亦有同行,關係非常融洽。 張興宇於2019年嫁給林後, 亦連即彈下愛女格格Luna。 不過二人至今仍未補辦婚禮, 有口臭網民就曾如張興宇不被林家重視。 即使張興宇已表示對於婚禮她都不在乎, 但仍被不少網民拿來講。 今次她曬出家族合照, 還要站在撕毀靚靚登場, 都夠令網民收口。 黃跨70,80年代女星高淼師傳來信, 資深傳媒人汪萬寧在社交平台證實消息。 原來她病重了, 今日兩個姐姐才發出她已經逝世的消息。 高淼師一路好走, 她亦分享了多張高淼師近年出席聚會時的相片。 留言表示, 在2023年的8月30日, 我轉發這張封面給高淼師, 她就回覆我這段說話, 時時望前幕後退, 人人剝愁無伴侶, 遙遙露場萬女也未覺疲累。 哈哈, 成風破浪, 此劇記憶猶新, 還好象是作天的事兒, 我到過許多地方, 千百中國香港人都記得此劇, 謝謝汪汪。 今年因為狠久不見, 就在WhatsApp找她, 一直沒有回音, 她們第一期訓練班的同學聚會。 她已多次沒有出現, 原來她病重了, 今日兩個姐姐才發出她已經逝世的消息。 高淼師一路好走, 高淼師曾演出過多部繪跡人口的劇集, 當中包括《楚留香》、 《成風破浪》、 《書劍恩仇錄》等高淼師是第一期TVB 藝運訓練班學員。 畢業後未有簽約, 但卻當了做了兩年幼稚園教師, 直到1974年她才決定加入TVB。 高淼師於七八十年代拍過多部劇集, 當中與靖少秋合作的楚留香飾演李洪就一角。 另外,在《書劍恩仇錄》、 扮想清麗可人而為人認識。 高淼師於九十年代飾影, 並隨丈夫思維移居歐洲生活。 高淼師享受異人世界未有子女。 她曾表示會視乎天氣環境, 決定到那個國家定居一段時間, 生活相當捨義。 而居歐洲的高淼師曾表示, 有時會到有人經營的 英國海外升學顧問公司幫手, 成為上班族。 她曾試過長達六年時間未有返香港, 為近年、一母親以及被疫的關係, 故將大部分時間留在香港生活。 高淼師當年受訪時, 曾表明沒有斷言絕不復出, 但對於自己身形銷售, 她強調身體健康, 指時間中睡眠質素欠佳財令體重下降的情況。 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 按照美國電影學員 各族奧斯卡最佳國際劇情片之選片準則, 決定推薦由鄭寶瑞導演執導、 莊澄、葉偉信監製、 古天樂、林、劉俊謙、 吳韻龍、胡子彤、 張文傑主演、 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無限動力實業有限公司、 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銀刀機構有限公司、 聯繫上海影業有限公司、 浙江王電影業有限公司出品。 上海淘飄飄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浙江聯稅木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微夢創科網絡技術有限公司、 江蘇省電影集團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之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 代表香港國族第九十七屆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國際劇情片導演鄭寶瑞及多位主演收到好消息, 表示歡迎並有以下回應。 導演鄭寶瑞回應, 好開心、好榮幸。 古天樂回應,好開心。 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代表香港國造 第九十七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劇情片覺得好榮幸。 我第一次憑香港電影入圍奧斯卡, 可以將香港的武術和情懷帶到去全世界, 讓更多人了解香港電影, 同時間可以帶領新一代演員邁向國際, 感到非常興奮。 林回應,多謝各界對《九龍城寨之圍城》的欣賞, 還有機會走進奧斯卡, 這出電影是整個團隊的努力, 榮幸能夠參與。 劉俊謙回應,聽到《九龍城寨之圍城》 能夠有機會代表香港電影去到奧斯卡參賽。 那因觀眾對這部電影的支持, 亦都很榮幸有份參與, 不管結果如何, 團隊上下一心的努力, 今天的成績已經是對我們最大的的肯定。 五韻龍回應, 第一個反應很驚喜和興奮, 猜不到自己在美國看《香港功夫》片長大, 鬥翻一個圈, 猜不到自己有份深演的《香港功夫》電影會在奧斯卡出現, 非常感謝《九龍城寨之圍城》團隊的付出。 胡子彤回應, 非常有幸參與《九龍城寨之圍城》演出, 亦非常榮幸得到這個機會各族奧斯卡。 無論各族成功與否, 都是對團隊一個肯定。 希望今次有機會各族奧斯卡的事情, 令到本地電影業界更有動力做好香港電影。 將文傑回應, 《九龍城寨之圍城》代表香港各族奧斯卡最佳國際劇情片。 很榮幸和開心, 是團隊努力成果。 希望透過今次讓更多人喜歡香港電影, 香港動作電影。 一代大俠徐少將早前世世, 其世三十年妻子亦傷心過渡, 相繼離世, 生前好友兼導演劉官偉等為徐少將夫婦發起搞追詩會。 於今日, 21日, 在黃店帶至蟬子的念佛堂舉行, 內地演員任徒在社交網上在追詩會照片, 見多為圈中人於花牌致意。 包括二東、鍾少雄、賴水清、諾達華及尹天照等。 不少人, 亦到場悼念, 現場有大電視播放徐少將生前作品, 並掛有徐少將與太太的恩愛合照。 林代盈二十日受邀擔任紅心智會公益大使, 重映四十五年的港星淺小豪也特地來桌, 淺小豪近內身材削瘦, 報秀二十千克, 就連好友黃秋生都提他擔心。 但他受訪時報平安, 強調身體很好, 大家別擔心, 只有青光眼要滴眼藥水。 且每年都會做兩次健康檢查, 最近的一次是三個月前。 雖然外界屢次傳出他生病, 離癌, 但淺小豪健康無遇, 他也沒有多做解釋。 反正我現在很開心, 先前他剃光頭, 被懷疑是否做化療。 但他解釋當時是因為剪頭髮時, 被設計師說, 頭上有兩塊黑色的斑, 最好要去檢查一下。 他就懸趣剃光去檢驗, 結果出來喊正常沒試, 就只是年紀大皮膚有合八。 談到黃秋生, 錢小豪表示兩人是國小同學, 先前看對方關心他的法文, 雙方立刻取得聯絡, 值得一提的是, 有長達四十年私交的他們, 卻從未合作拍戲。 錢小豪開玩笑月, 是黃秋生太變態。 他都時演變態戲, 林代仍受要擔任弱勢家庭營養餐費, 其生活輔助公益大洗。 談起成長過程, 他強引淚水, 提到小時候媽媽過世早, 爸爸又忙著工作, 要賺錢讓家。 家庭也曾一度出現經濟危機, 為了省錢, 自己經常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 行好事身邊有位家中試開早餐店的同學, 發現這個情況, 他看我都沒早餐吃, 所以都會多帶一份早餐來學校給我, 在生活上也給予我去多的幫助。 這位同學就是我最要好的閨密, 真的肯謝謝他。 有了成長過程時的深刻體會, 臨待仍學習到, 幫助別人其實沒有那麼難, 一餐的照顧, 一句話的關心其實都會被一直記住, 歸蜜月看到我越過越好, 他也很開心。 送人玫瑰手流如香, 在幫助別人, 關心別人的同時, 自己也有收穫, 也更加去把握每一次能付出的機會, 藝人觀恩娜, Ella家族爆爭產戰, 他的外婆盧少鳳於2014年去世, 生前立下遺囑將名下所有資產。 全數贈與觀恩娜母親, 麥銀麗的無業男性好友馮明業, 旗長女麥銀體, 三女麥麗平及細女麥美華, 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法庭裁定, 圍捉無效。 案件今日十九日, 預告等法院開審。 原告方指出盧少鳳生前轉移買樓套現, 及定期存款等於四千萬元的資產與外宣觀眾明。 質疑觀恩娜一家不當影響盧少鳳立遺囑, 讓另外三名女兒失去遺產授益權, 無法追討母親生前, 而被迫送贈觀眾明的資產。 妄法庭裁定遺囑無效, 即使觀恩娜及其卿長官宗明為本案還要證人, 但與眾雙方確認兩人不會為本案出庭作供。 原告為死者盧少鳳的三名女兒麥銀體, 麥麗平及麥美華, 被告則為盧的次女麥銀麗, 觀恩娜母親及麥銀麗的男性好友 其盧少鳳契契仔馮明業, 互相視交遠與遺形中 又所有人5人可能在一輪被迫過 尊重創意 好исси 実取得不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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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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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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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